嗨,现在是北京时间16号的凌晨2点18分 应该大部分的人还在睡梦当中啊 但是一会儿我和我的同事们即将出发 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去接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 他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新专机楼 其实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车队 有很多工作人员已经在这里开始准备了 上一次普京总统来到北京呢 是在去年的10月份来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其实到今天也才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 但是这一次的访问是他连任总统后的首次出访 便来到了中国 现在是16号凌晨的3点半 刚刚接到外交部工作人员的通知 一会儿大约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普京总统的转机就会抵达这里 现在我们是在媒体的休息区 远端还有俄罗斯的同行们 还有其他国家的媒体 今天关注度也是很高 俄罗斯的同行也是挂着TVU的背包 现在都是抢学校实时回床发灭 离兵已经来到了专机楼里 一会儿翻过这扇门 就是专机楼的停机兵 现在所有的记者都已经顺利过了安检 一会儿我们就会积极出发 去到媒体区 在停机屏上等待普京总统的到来 现在我们所有的记者都已经进入到了机屏 这个就是普京总统的专机抵达的时候 要用的前提车 中国和俄罗斯的两国国企业已经挂上了 离兵还在做最后的准备 这一片应该就是我们可以呆的媒体区域 俄罗斯的媒体拿了一个特别高的摄像头 所有的媒体现在都在做最后紧张的准备 因为刚刚据消息说 很快飞机就会要到 一会儿应该就会停在我们身前的这块停机屏上 现在是早晨4点10分了 普京总统的飞机应该此时此刻 已经到了北京的上空了 可能再过几分钟的时间 他就即将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的机屏上 普京总统的专机已经到了 这是他的1296飞机 普京总统的专机已经滑行过来了 这是我第二次在首都机场的新专机楼 迎接普京总统 但是这次的旋梯车 可能没法看到开舱门的那一下了 普京总统可能得走下旋梯 我们可能才能见到他 这次飞机停的位置离记者是很远 但是我们还是能看见普京总统的车队到了飞机的底下了 车队已经启动了 马上普京总统将离开首都国际机场 再次飞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